龙珠超下一部剧场版该轮到谁了? 弗利萨和比鲁斯的对决令人期待 其他宇宙的强者蠢蠢欲动 龙珠超超级英雄和格兰诺拉片完结之后 龙珠超的战斗力体系和世界观又升级了 按照东映每隔2-3年出一部剧场版的计划 下一部剧场版大概会在2024年上映 因为2024年恰逢龙珠40周年 那么问题来了 下一部剧场版该轮到谁了呢? 第一位候选人 欧布 从现在开始到2024年9月 总共24个月 如果没有超长篇的话 龙珠超差不多还能连载两个篇章 现在龙珠超的时间线已经非常接近原作大结局了 两个篇章过后 时间线有可能会正式达到原作大结局 甚至是超过原作大结局众所周知 龙珠原作大结局是一个半开放式结局 一位重量级人物在这个时刻登场 他就是欧布 欧布天赋一禀 孙悟空将欧布带走以后 龙珠原作正式落下帷幕 关于欧布的后续剧情也就成了一个谜团 如果欧布能够在下一部剧场版中登场 不仅能够给粉丝们圆了多年的梦想 也可以正式开启龙珠后传剧情 第二位候选人弗利萨 结合格兰诺拉片的剧情来看 弗利萨成了龙珠动漫中登场次数最多的boss 俨然已经成了一位常驻boss了 弗利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才 第一次修炼从不敌超义水平上升到匹敌超蓝水平 第二次修炼从超蓝水平上升到碾压双极翼水平 和弗利萨相比 孙悟空和贝极塔成了小丑 即使跟随天使和破坏神修炼 也不及弗利萨独自修炼 算上就版形象 官方能够为布罗利推出四部剧场版 因此官方再度给弗利萨推出一部剧场版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鲁斯虽说是2013年就登场的角色 但是比鲁斯身上有着最强补丁系统 每次主角升级 比鲁斯也会跟着升级 总能够代表版本最强战力 一位是宇宙帝王 一位是活了亿万年的破坏神 不考虑之前的剧情铺垫 弗利萨和比鲁斯之间的战斗 还是十分令人期待的 第三位候选人 真正的破坏神级别的敌人 龙珠超的世界观十分庞大 整个世界分为12个宇宙 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的破坏神和向导 天使 在此之上还有大神官以及拳王 时至今日 孙悟空和贝吉塔 虽然已经达成了多种变身 但是其实力仍然在破坏神级别徘徊 想要成为真正的宇宙最强 孙悟空和贝吉塔首先需要跨过破坏神领域 如果剧场版中 出现了真正的破坏神级别的敌人 孙悟空和贝吉塔 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第四位候选人 来自其他宇宙的强者 龙珠超超级英雄 是一部试水之作 龙珠超的世界观 已经上升到多元宇宙级别 鸟山鸣却另辟蹊径 将战斗舞台局限在了小小的地球上面 后续龙珠超每一部剧场版 都会呈现不同的风格 因此 下一部剧场版的剧情 有望再次回归多元宇宙 将所有的宇宙全部考虑进去 可以设计出背景更加强大的敌人 这样一来 其他宇宙的强者 可以和第七宇宙的主角并肩作战 龙珠超的主线剧情 也会更加丰富